杨广威遭富邦释出资料照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尼婉旬台北报道 富邦韩将球员杨广威今晚在脸书粉丝团发出这一次是真的的帖文 引发网友讨论他是否遭到富邦释出 对此富邦球团总监陈俊驰骚晚证实 今天已通知当事人不续约的消息 两年前的愚人节 杨广威遭到领队和队友恶症指他被交易到台东起立珊瑚 还害他当时忍不住掉泪 后来被告知是玩笑一场才破替微笑 杨广威今晚在脸书粉丝团放上当年这段影片 但他写到两年了 但这一次是真的了 立刻引发网络热议 陈俊驰证实 今天球团已通知当事人不续约的消息 至于富邦是否还有其他球员遭到释出 他则表示 在11月30日向联盟提交60人名单时会确定 相关连结请见 犀牛交易杨广威于仁杰被证了